阿弥陀佛大家好,我是李季千,欢迎来到我的五间直播间 今天是农历的9月19,也就是我们伟大的大慈大悲观勋菩萨的观音弹 正是他的出家日 本来呢,今天没有想要做这场直播的 因为其实今天凌晨10分,大概12点的时候,我其实做了一场直播 可是那个时候呢,却发生了声音方面的故障 结果我做完整场直播才知道,我就删掉整个直播 我就在想说,啊没关系,那这个观音弹就没办法做直播 我就只好等到下一次有机会再做直播好了 可是怎么知道,刚才我搭计程车的时候 就刚好上了一辆印度司机架的计程车 一上车了之后,没有一分钟,他就转头问我 他说,You never go Waterloo Street today It's观音 birthday 我就觉得,这个应该就是观星菩萨给我的一个信号 告诉我说,今天观音弹一定要做一场和他有关的直播 要不然怎么这么巧,上了一辆计程车 而且是一位印度吉斯机架的 而且他还会告诉我说,今天是观音弹 问我今天有没有到四马路观音庙 啊,所以说人有责任在身的时候啊 你猛想逃啊 因为人在做,菩萨一直都在看 好,那今天这场直播呢 就跟今天清晨做的直播不大一样了 话说啊,很多人到世界各地的观音庙 都非常非常的灵验 那很多人到庙里面求了愿之后 哎,发现到菩萨非常灵验 马上很快短时间内就应了他求的那个愿望 所以也有顾客问我说 师父,我到四马路观音庙那边求签啊 又或者问世啊 那后来菩萨满了我的愿 那如果我想要到观音庙还愿 我应该买什么 是不是买水果啊 要买多少粒啊 要买什么什么什么等等 今天就告诉你 无论你是在四马路观音庙那里 拜观世音菩萨 也就是大准提佛母 又或者您是在自己家的神坛前 向您家谈成的菩萨求呢 今天就教你三招 如何去还愿 真正的达到感谢 我们那么大慈大悲 观世音菩萨的旧度 首先大家都懂 如果就还愿的时候 一般人都会买香花灯茶果 这是基本武功对不对 香啊 在那里上香 又或者有的人是买很多包香 然后尤其是我们新加坡这里的四马路观音庙 有的信众就会有这个习惯 买很多很多的香 然后放在那里 供所有的信徒善男信女 来那里就能够用那个香 这是他们答谢准提佛母的其中一个方式 另外一个方式呢 就是可能买一束很美的花 不是普通的一枝莲花而已 他们可能就买一束包的美美的 非看了之后非常赏心悦目的 一般都会有红色 黄色和白色 白色代表悉灾 红色代表敬爱 那黄色代表争议 无论是求智慧 还是您求的是事业上 生意上等等 这些都是在黄色争议的那个范围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到观音庙那里还愿 可以选择考虑买这三种颜色的花束 那除了买茶一般就比较难一点点 因为我们供茶 有时候也要有那个杯子才可以 但有的人可能会买一些甜食 甜的饼干 又或者我们一般在金纸店那边会看到的剑盒 又或者也有人在观音座当天 会买一些寿陶去供养观世音菩萨 这些都OK 这些都不是问题 但是今天要教你的呢 就是不如我们除了表面上 形式上这样的去打谢观世音菩萨的旧度以外 不如我们今天做更深一层的供养观世音菩萨 真正达到感谢那么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在想要答谢菩萨之前 我今天所说的方法其实不只是能够用在答谢还愿给观世音菩萨 如果您是向别尊的佛或菩萨求愿的话 您也能够用我今天所说的这三个方法呢 来达到这个真正的还愿跟答谢 第一个方法 首先你要知道观世音菩萨的愿是什么 来 线上的340位观众 如果你现在在做工的话 请不要看我的直播 不要偷公司的时间 可以留着待会慢慢看 但就是不是现在看 来谁能够告诉我 大家对观世音菩萨一定很熟悉 请问观世音菩萨的宏愿 伟大的那个意思 宏愿 观世音菩萨的宏愿是什么 四个字 我刚才已经讲了很多遍了 谁能够告诉我 观世音菩萨的宏愿 四个字 总结一下 观世音菩萨在救度众生的这些年来 百千万劫以来呢 请问他是依着哪四个字 来行他一切的菩提工作 一切救度众生 救苦救难的工作 来四个字 线上的345位众生 我不可以 300对不起 有点远那个数字 355位 有人说救度众生 没有错 但是所有的菩萨去行着救度众生的愿 他们都会发过一个愿 我看到了周子怡吗 希望我没有念错您的名字 还有 对了 掌声 你们平时都有听课 作为你们的老师 你们的师傅 我非常非常的欣慰 因为做我们这一行的 这么努力的教 一定会希望观众们 学生们 同学们 都有用心的听课 不要十年如一月 这样子我会对我教书的能力 非常非常的质疑 是的 没有错 观世音菩萨就凭着大慈大悲 这四个字 去救度众生 所以你要去答谢观世音菩萨的时候 你一定要做的第一件事 其实不只是买这些香花灯茶果 你也应该在观世音菩萨面前 持他的心咒 除了念他的鸿鸣 那么大慈大悲 持他的心咒 如果你自己本身有树株 其实在司马路观念庙那边 我也有看到一些信徒 他们会拿着经书 拿着他们要念的经书 那往往念的经书 一定都是观世音菩萨的法门 比方说高王观世音 对不起 高王观世音经 念高王观世音经 还有大家应该非常熟悉的 波也波 对不起 波也波罗密多心经 还有妙法年华经里面的 普门品 这些都是观世音菩萨的法门 大悲咒 还有当然也有人会念 其他观世音菩萨的法门 有的你当然也能够拿着 一串树珠 这是树珠 一串佛珠 在那里念108遍也行 如果您时间不够 你要念21遍 49遍也行 为什么来到观世音菩萨面前 还愿 答谢他 应该要念他的 修他的法门 在他面前呢 因为观世音菩萨最大的心悦 为什么他大慈 为什么他大悲 他拔除您的痛苦 给予你要的快乐 无论您求的是事业 婚姻 孩子 学业 又或者您自己做生意的等等 又或者金钱上的问题等等 因此当我们去修他的法门 就好像我刚才问你问题一样 我们都希望教的人 我们都很希望学的那个人 真的有领悟到我们的教义 观世音菩萨传下这种种的法门 就是希望我们能够修 修来消除我们本身的业障以外 来增加我们的福慧 我们的福慧比较大的时候 我们自然有更大的能力做什么 做布施 多少人呢 多少人呢 每次都说 我有钱的话师父 我就会做什么什么什么 师父你等我有钱 我就什么什么 我等到天荒地老 如果你这辈子没钱的话 那你岂不是永远不用做善事吗 你永远不用增加你的福音 你永远不会去 就拔众生的苦难吗 因此 无论你是在家里 供奉观世音菩萨也好 又或者你很喜欢初一十五 初一十五 初一十五 抱歉 因为我从昨天到现在 我其实还没有睡到觉 只要我不够睡的时候呢 我的发音总会跑掉 还请各位大德们 见谅见谅 我本来要去睡的 可是就好像 我刚才讲的那位印度籍司机 他激发了我 我就想 忍着 忍着做完这个直播 我就可以睡了 我一定要把这观听单的直播给做完 我讲到哪里啊 初一十五吃素也好 不如我们再把观世音菩萨的 所传下来的那个教义 融入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以此来打谢观世音菩萨 还有很多人在家里 供奉观世音菩萨的 的信众们呢 又或者他们 又或者像 有的人初一十五去观念庙 观念旦的时候去观念庙 家里遇到事 又或者事业出事的时候 都会去观念庙 很多人都懂 其实我刚才所说的那个方法 就是念经啊 念咒啊 念观世音菩萨的鸿鸣啊 等等等 但你知道吗 其实你来到观世音菩萨面前 如果你想要向他答谢 想要跟他说 感谢观世音菩萨 满了我的愿 赐予我 我所要的东西以外呢 其实 你还能够在观世音菩萨面前 做一样事 也就是你能够念出他的战绩 我知道我这里写了很多字 待会我可能再发在留言区这里 其实很多观众不大熟悉 观世音菩萨的这个战绩 观世音菩萨战绩呢 是有一位叫做王安石先生 北宋的一位非常著名政治家 他也是在文学方面很有成就的一位先生 著名的人 以前的老师 以前的非常受人尊敬的人呢 我们都是以先生来尊称他的 所以这一首观世音菩萨的战绩呢 是他写的 观音菩萨妙难愁 清净庄严累劫修 三十二印变成煞 百千万劫化炎服 瓶中甘露长石洒 手内阳柳不祭秋 手内阳柳不祭秋 千处起仇千处线 苦海长坐渡人舟 如果你家里有供奉观世音菩萨 无论是供奉了一年 还是供奉了十年 你一定要懂观世音菩萨的战绩 不懂的观众们 可以到Google那里去搜索一下 待会我会写出来给大家看 我今天特别喜欢这个白毛 擦了好几次 因为我写字 有时候尤其是当你不够睡的时候 写字会有点难看 这个战绩 为什么我们要在菩萨面前称赞它 其实当我们去歌颂 观世音菩萨的功德的时候 这本身就已经是一个功德 而且这样的一个战绩 它代表你很熟知 观世音菩萨 这累劫以来所行的 种种善行跟种种的救度工作 你没有只是停在那个 拿个香拜拜拜 然后就完事了 不是 你要去读关于观世音菩萨的来历 他一切救度众生的故事等等 那如此您在拜观世音菩萨的时候 您心中自然会升起更大的恭敬 你拜的时候 你也会更加注重您一切一切的礼仪 这当中呢也是在做什么 修身养性 不要拜了观世音菩萨十年了 讲话 还是很粗鲁的那一种 拜在家里供奉了观世音菩萨 你一定要学观世音菩萨 种种的一种优雅 还有庄严 不要一种 菩萨是菩萨 我是我 不 你要和他合一 When to become one 两个要合一 你有一天也要修 修到你就是观世音菩萨 那样的一个程度 不要只是懂得 哦跟菩萨求 跟菩萨求 有一天你也要学会 像观世音菩萨一样做什么 救苦 把众生的痛苦给拿掉 救难 给予他一切他所需要的东西 尽你的能力在你的范围里面 但你一定要去做 要不然呢 你永远不会跟观世音菩萨合一 我说过了 你拜他 你要懂他的心是什么 他希望众生能够理一切苦 那你要问你自己 你有帮众生理一切苦吗 这王安石先生所写的这个战绩呢 其实他非常非常好的 叙述了观世音菩萨 从正法名如来 他曾经已经正到佛的那个果位了 正法名如来 就是他当时的佛号 后来他慈悲于众生 倒架此行就化为我们现在众所诸之的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也不只是一个化身 还有十一面观音 于兰观音 送子观音 马头明王 马头明王专门度畜生道的众生 还有马头明王以及四马路观音庙的大准提佛母 你看 还有绿度母 密教非常著名的一位佛母 绿度母 对不起不是佛母 度母 绿度母 白度母等等 二十一度母 全部都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所以这一句呢 观音菩萨妙难酬 说的就是观世音菩萨的殊胜之处 哪里是三言两语就能够述说的情呢 因为累劫以来所修的功德 真的是大如虚名山 深如大海一样的广大雅 清静庄严 累劫修 他的清静 他的庄严 不只是样子的庄严 包括说话方面的庄严 包括各种行为上的那个庄严 全部都是累劫 很多很多结束所修来的 这里讲的结不是一年两年 甚至是数百万年 数亿年那样的算的 累劫修啊 三十二印变成 变成煞 也就是说观世音菩萨在 那个妙法年华经浦门品里面 各位如果有读浦门品的观众呢 应该会很知道 他在里面有叙述了 你是怎么样的一个 状况 观世音菩萨就会献怎么样的一个身 来度化你 所以里面就把他的三十二项呢 一一的列出来 无论你是怎么样的一个样子 他都用他的三十二项来接近你 只因为他希望能够救度你 百千万劫化炎福 在这百千万劫 以亿万年来算的 他一直都在度化我们这些炎福众生 那瓶中甘露常识傻 大家都知道 观世音菩萨最著名的法器 就是他左手拿着的净瓶 不是花瓶啊 你们不要讲那个是花瓶啊 不要以为那个是插着花 那个是净瓶 里面含的是什么 就是甘露 这个甘露一洒下去 不得了啊 他能够洗涤你累世以来的业障 还能够增加你的智慧 增加你在人间的资粮 所以在佛教里面 也有很著名的一个 能够帮我们结界 能够帮我们除掉业障的一个水 叫什么水 大杯咒水也 所以这瓶中甘露常识傻 就代表说观世音菩萨 为了救度众生呢 常常从他那净瓶里面的那个甘露 那个甘露是不会甘枯的 为什么观世音菩萨的那个净瓶的甘露 不会甘枯 不像我们 我们的水壶喝完了 还要自己去倒水呢 因为那个甘露 就是观世音菩萨的慈悲愿力 所画出来的 他的功德根本没有办法叙述 其实在这另外一尊非常著名的菩萨 也就是地藏王菩萨的 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 里面呢 释迦摩尼佛也有叙述了观世音菩萨的种种功德呀 所以他为了救度众生 常常都食洒他的甘露水 大家应该知道 菩萨的右手 对不起 菩萨的左手持着他的净瓶 那他的右手往往会拿着什么法器呢 就是这里写的手内洋柳不祭求 这洋柳呢 拿的那个不是草哦 大家如果今天不是很熟悉 关世音菩萨的法器 没关系 我不会笑你的 我只是制造效果而已 让你知道 他手中拿着那个 大家以为是草啊或花呢 其实那一个叫做洋柳 洋柳汁的一种植物 所谓的不祭求 大家都知道春天花草树木就会重生 因为冬天的时候他们就冬眠了 到了秋天的时候 所有的花草树木都会开始掉零了 树的叶子也会开始掉了 但是关世音菩萨的羊柳 手中的羊柳 却从来不会遇到秋季而掉零 为什么 因为关世音菩萨不可思议的微神力 微神力从何而来 从关世音菩萨修出的戒定慧 他所守的戒 因为戒他产生的甚深的禅定的功力 因此也产生了各种善巧方便 还有如何进入涅槃的大智慧 这个就是能够让他的甘露不会干枯 能够让他的洋柳永远都不会掉零的大功德也 手内羊柳不记秋其实说的呢 不只是说他不会在秋季的时候掉零 我个人认为这个不记秋也是代表 关世音菩萨没有分别性 无论你是高官达人也好 又或者你是一届的平民也好 关世音菩萨不会因为您的身份 你的来历又或者您的社会地位 而看不起你 而说啊我只救有钱人 我不救妇人不不记秋不记时间 不记四季也不记你的身份 千处祈求千处现 无论你在哪里 祈求关世音菩萨那里呢 只要你祈求他都能够听得见 关世音菩萨听声音并不只是用耳朵 其实他是用他的天眼 用他的法眼来看的 所以你只要一声那么关世音菩萨 他一定听到 千处祈求千处现 苦海常坐渡人舟 只要你有难 你向关世音菩萨求 他必定不会不理你 或许我这样子说 有的人可能会讲说 师父哪里有 我跟关世音菩萨求了 可是到头来那个愿望都没有实现 他好像都没有听到 而且那个庙里面那么多人 怎么可能他会听到 有 因为你知道吗 关世音菩萨在累劫的修行以来呢 他度化了很多顽强的众生 我们讲的顽强众生 不只是我们这种你我他的人类 其实也包括了很多痴媚汪凉 而且有些呢 甚至是魔王 鬼王 等等等 妖精 又或者真的是修炼成一种 仙的畜生灵呢 都有 而这些因为顽强的关系 被关世音菩萨度化了之后 他们就成为了关世音菩萨的护法 他们就是专门帮关世音菩萨做事的 因此牵触祈求牵触线呢 也是关世音菩萨的护法 他派出来哦 来帮助他做这救苦救难的工作 苦海常做度人舟 这苦海讲的就是夜海 什么夜海 我们的身口意所造出来的那个夜障等等 关世音菩萨就在我们的夜障当中呢 给予我们一条深路 度人舟 度你走出你的苦恼 度你走出你的困惑 也度你呢 能够走到彼岸 所以这王安石先生所写的关世音菩萨战记呢 真的写得非常非常的好 短短几行字就把关世音菩萨种种殊胜的功德呢 都涵盖在里面呢 因此大家都能够学着念 可以到谷歌找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多一个东西 如果您的歌声非常的悦耳 你甚至能够用唱的 奇遇 他曾经有唱过这一首观音战记 大家可以去找 我大概唱给你听 我唱的不会很好听 但你忍着一点 我只是要让你懂那个旋律 拜托 你在唱给关世音菩萨的时候呢 就是一种供养嘛 你感谢他 你到那里还愿等等 所以你唱的时候 拜托 不要很 观音菩萨 不要OK 开心一点 还愿嘛 而且是答谢关世音菩萨嘛 感恩 在您黑暗的时候 关世音菩萨放出一道光明 给你了一条明路 所以唱的时候 开心一点 还能够带着笑容 很多人会觉得 师父 那个不就是一尊精神吗 我还要七情上面 这样子唱给他听吗 Why not 你知道吗 就好像我们人跟人一样 跟你笑一下 你好 这个就是一个不是了 而不是 你好 这样不是不是 这样是计较 而且有的人 他的烦恼比较多 他有机会 布施的时候 他还没有能够 放下他的烦恼呢 他就会把他的烦恼 布施 给对方 所以有的人 你看他讲话 脾气很臭 脸臭臭 又或者身影不上脑筋 你好 你好 这个呢 就没有关世音菩萨 大慈大悲的精神 因此大家在家里 如果有供奉关世音菩萨 又或者你说 我是拜关世音菩萨的 那记得 你一定要学会 关世音菩萨的精神 无论你今天的心情怎么样 无论你今天遭遇了 什么不顺的 不顺心的事情也好 你永远都能够布施 一个笑容 所以当你唱这战绩的时候 当然了 如果你歌声跟我一样 不大型的呢 那我们就不要折磨 关世音菩萨了 OK 我们让他耳根清静 我们就用我们美妙的声音 来念就好 但如果你能够唱 你当然就能够唱 这个歌声音菩萨的声音菩萨 抱歉 抱歉 不好意思 我自己笑场了 总之就是最后一个 其实其余唱得很好听 他后面还有拉音 他后面还有拉音就是 那么菩萨 流利世界大慈大悲 那么菩萨流利世界大慈大悲 观世音菩萨 大家去找一下 我就不折磨你们了 但这是第一个方法 OK 在菩萨前面 辞送他的法门 还有念观世音菩萨战绩 就算是您家里的观世音菩萨 又或者车内您供奉观世音菩萨 你都能够念观世音菩萨的参计 来歌颂他的功德 其实我们在歌颂观世音菩萨的 功德的当儿 本身是一个功德 而且我觉得 他在我们的内心里面 也会起一种感恩的心出来 因为每次大家去到观世音菩萨面前 就是 导龙啊导龙 求求你啊 吃我这个 求求你啊 吃我那个啊 谢谢你啊 谢谢你 所以不如好好地去学这个战绩吧 好 这是第一个方法 那第二个方法呢 就是 我刚才提到的 你要懂观世音菩萨的心是什么 你赞扬观世音菩萨的功德 不只是在唱或念诵这观音战绩 你甚至呢 如果说菩萨帮了你 你应该去赞扬菩萨 然后让更多人知道他的功德 为什么呢 因为 如果您说了出去 而且当然了 要是真的才说 不是真的就不要说 以免打造妄语 你要明白 众生都很苦 我跟戴武师傅 我师傅已经做了20集的巡礼天下 你有发现到吗 在留言区问的问题呢 几乎可以这么说 没完没了 我们做了20集 我们还是没有能够完全回答完所有众生的问题 因此当你的问题能够得到一个解决的话 你为何不愿意去分享这个解决的方法给有缘的众生知道呢 现在是电脑时代耶 所以我们通过网路 无论是写贴文也好 又或者口述跟身边的朋友说啊等等 这一个就是在赞扬观世音菩萨 不要一种我偷偷拜 然后我偷偷有得到好了之后 有得到满怨了之后 我不要告诉人 等一下他不相信我 又或者他骂我迷信 我就不要说 我跟你讲 他骂你迷信也是要说 你懂多少人骂我吗 我想这些年我出道以来拍影片呢 多少骂我的人 可能啊 说不定呢 也能够出一本百科全书那么多了 那为什么我还是愿意做呢 他们是福报 所以他没有那个智慧 可以了解我这个境界的那个智慧 但我知道了 我说给他听 他现在或许不信 但有一天 如果他真的遭遇很大很大的一个结的时候 他说不定猛然就会想起 那个讲话很直的 那个寄谦师父 他好像有说过 什么什么什么可以解决我的问题 因此你也一样 你要帮助观世音菩萨 去帮助更多的众生 不要只是自己获益了就 不 说出来 有缘的自然就会听 没有缘的没关系 也在训练你的菩提心 因为谁忍心看众生受苦受难呢 大家比方啊 好像我的一些顾客 有时候不是会写见证给我吗 感谢我啊等等等 那他们都很大方都会允许我刊登 我帮过他们之后所得到的种种的好 他们也是在行菩提亚 他们也是在跟广大的众生结缘 你想想一下 你在人间呢 所有的不顺呢 其实都离不开跟人有关的 工作不顺 老板每次欺负你 您的同事不喜欢你 给你很多 跟你造很多是非啊 造谣啊什么等等等 你的顾客不跟你买东西 你的供应商给你很多问题 人事对不对 回到家 哎呀 真的是 每一本 有一本经呢 每一个家都会念的 就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回到家 老婆给你麻烦 老公给你麻烦 爸爸妈妈每天在吵架 你看到了 你也头痛 你回到家 看到那两个孩子 孩子的功课 每次都没有做 上课的时候 老师说他们总是不专心 又或者他们体落多病 这边发烧完了 那边又感冒 还是给你很多问题 因此 如果你想要在人间 潇洒走一回 想要走的比较顺的话 你一定要懂得 怎么去解决 人事这一方面的问题 你的人事不顺 你活着的诸多事情 皆都不顺 怎么样能够让人是顺一点点呢 广结善缘 你去述述观世音菩萨 帮了你的那个种种的功德 又或者你修观世音菩萨的法门 你修高王金 你修普门品 你修大悲咒 有了一种很好的感应 你去说出来 这个也是在还愿给观世音菩萨 一个非常棒的过程 不只是买几粒水果 不只是供一个鲜花 然后就草草了事 不 我们可以做多一点的 我们可以加深跟菩萨之间的那个缘分 因为你常常说他 你常常想念他 你又修他的法门呢 你背后一定会出现一尊观世音菩萨 所以很多时候我看八字或看风水的时候 有些人有些顾客我一看到他们就说 您家里是拜观世音菩萨的 有些很明显 他就说没有没有没有 师傅我家没有拜 没有没有 你有你有 如果不是你家拜 那我很肯定一定是你妈妈的家拜 因为他已经出现在你背后了 很多妈妈很用心 孩子可能从马来西亚来到新加坡工作了 可是妈妈在马来西亚的家还是一直在那边拜 保佑我孩子啊 保佑他在新加坡求业呢 能够怎么样怎么样之类的 所以我知道我有很多妈妈级人物的老菩萨 是我的忠实粉丝 感谢你们 我会帮你好好调教您的孩子的 重点是因为妈妈帮他拜 所以观世音菩萨的护法 护观世音菩萨本身呢 也会出现在我顾客的身后 因此还愿呢 不只是去那个庙做一些仪式 然后啊我做了我做了 那个也应该做 但是呢 你还能够去巩固你跟菩萨的缘分 如此一来啊 你将来会发生什么事的时候呢 自然呢就能够大事化小小事化五 因为你一直都在累积功德啊 你不是临时抱佛脚啊 无事不登三宝殿 有事才到佛面前 你一直都在做啊 因此为什么你看真正在做很多不失的人呢 他自然好像也没有特别的需求 每次要往庙里面跑啊 求签啊 问事啊什么 没有的 因为他一切就是比你 或许比你呢更加的顺 因为他一直都在做 所以他自然能够感召观世音菩萨 在他的身后护持他 打个比方好像 我记得师父 他帮他帮了一些人 就是我师父 带我师父 他帮了一些顾客 比方说中了马票啊 又或者什么呢 那师父就会说 啊来 您跟这个同学说 我怎么帮你 那有的人就嗯 你懂啊 我们华人哦 有时候有一点好 但同时是我们的优点 是我们的缺点 就是我们不喜欢说自己现在有多好 我们觉得这样子说出来可能很炫 但是你一定要开口说 为什么 因为开口就能够修善业 能够帮你广洁善业 你什么都不说 其中一个因果报应就是将来你遇难的时候 也没有人会告诉你解决方法是什么 为什么呢 因为你从来没有在众生遇难的时候 你没有开你那个金口来告诉他 你的问题是怎么被解决的圆满的 所以这是第二个方法 那第三个方法呢 我个人是特别特别想要告诉大家的就是 你想要还愿 你要感谢四马路观音庙的准提佛母也好 还是你要感谢你家里供奉的观音菩萨也好 你一定要做到这个第三点 不要去添加众生的痛苦跟业障 我再讲一遍 不要去添加众生的痛苦及业障 观音菩萨累劫以来 旧苦旧难 众所皆知对吧 你何等人心 去增加他想要救度的那个众生的痛苦呢 那天 就这些年来啦 不只是那位顾客 我都在帮人家看八字的时候 那他就说 我都有在念经啊 我都有在做这些这些啊 可是为什么我念经七八年了呢 始终好像没有看到我的事业可以更好 没有看到我的问题可以解决 我就是一直卡在那边不上不下 我的钱哦 有时又赚到钱 有时又赚不到钱这样子 哇 我很辛苦 我舒服 我很没有安全感呢 为什么我念经这么多年都是这样 我就跟他讲 你有外遇哦 不是问号啊 我讲话不是问号啊 我讲的是句号 你有外遇哦 他就 然后我就比了个手印 两次 其实严格算起来呢 其实有十个那么多 他就赶满否定 他确实是有两次 外遇 然后他就说 没有师傅 没有这么多 我说 包括你暧昧的 包括你拿手机 跟他暧昧来 你吃饱了吗 今天天气很好哦 我应不应该买iPhone15啊 问他做什么 不会问你老婆啊 不会跟你的老婆讨论啊 人家问你 你就一定要回吗 人在做 天在看 你知道为什么万恶赢为首吗 为什么我们华人有这句话 就是觉得 照所有的恶呢 赢哦 是排第一吗 因为当你很好赢的时候 你不会是自己一个人赢而已 你会看A片 所以就会有一个市场 让很多人去拍A片来给你看 你会去外遇 你自己结婚了 你也去搞另外一个结婚的 你自己结婚了 你去搞一个还没有结婚的 让他的身体没有那么清白 没有办法能够嫁得更好 为什么 因为你赢啊 你赢你自然会带着整村的人 就是以时间来算啊 几乎带了整村的人跟你一起赢啊 一一都算在里面的 有的人他的事业不是很顺 尤其是男生呢 他的自信心来自于他的事业 他们就很享受 如果样子又长得不错 那性格可能又够绅士 就是女生喜欢的那一种性格呢 他就会开始非常仰赖 女性给予他的这种关注 而得到一种自我肯定 其实这是逃避 你是在逃避你失业的不足呢 然后就用女生给予您的这种关注呢 而让你感觉你自己还很man 其实这根本都不man 因为你终究没有去面对 真正的那个问题 所以你怎么修观心菩萨的法门 为什么始终没有相应 因为你这边在修 你这边拿着一把屠刀 有一句话说对不对 在佛教里面的一句名言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你一边在念高王经 一边在修观心菩萨的法门 一边拿着屠刀呢 割走了你自己的这些福报啊 而且您的这把屠刀呢 不只是伤害了自己 你也伤害了这些跟你有缘的众生 这些是邪缘来的 各位大德 邪缘啊 你跟他纠缠不清 这个邪缘就越扎越深 我跟他讲说 你知道吗 你已经最起码有三世 是这样的一个性格了 这种烂桃花 这种桃花节 你以为很爽 哇 还有人喜欢我 我一把年纪了 还有人喜欢我 我告诉你 他们都不是来 那个叫什么 他们都不是来报恩的 他是来夺走你的福分的 你修的多少功德 为什么始终不能够相应 因为这些众生都是观世音菩萨 费尽心思 用尽一切善巧方便 想要去救度的众生 而你呢 却拉着这些众生 跟你一起下火坑 跳下那个欲望的火坑里面 你说 你的所作所为 和观世音菩萨的本愿 合吗 还是 你现在所做的呢 反而是阻碍了观世音菩萨的救度呢 他们也是别人的孩子 这些女子 又或者这些男子 因为我们要公平一点 男女平等 有时候好色的也不只是男儿 有些女子就算结了婚的 也是很好色 他们也是别人家的孩子 你忍心啊 你看 你忍心 就是因为你的忍心 你手中的那把头刀 早就已经把一些好的缘分给砍断了 反而引来的都是这些邪缘 大家一起堕落 这一世纠缠不清 这一世淫乱 下一世又再来 下一世下一世又再来 因为你一直没有用你的生命 你的身体 你的口 你的意念 去做救度众生的工作呀 所以是看病的师父不准吗 不是 是观世音菩萨 什么说 普门品啊 高王经啊 不灵验吗 不是 如果不灵验的话 可能你今天都没有这个福分 可以遇到 祭迁师父 来一语道破 你这七八年来 为什么会陷在这个困局 最好笑的是什么 你知道吗 后来讲这讲这的时候 我还发现 原来他不只是放了那个 营界 他还犯了偷 他签了一份合约 公司不允许他做兼职 做第二份事业 可是他说那个事业不好做 赚的钱十高十低 没有完全感 所以他自己就开了一个副业 公司不知道的副业 但是利益上是和公司有冲突的一个副业 然后我就跟他讲说 你签了这个合约 可是你却跑去做副业 你知道这样子公司是可以告你毁约的吗 这个已经犯了这个法律上的一个罪了 然后他就应了我这句话 可是很多人也是在做啊 因为很多人钱都不好赚啊 这个就叫做贡业 他们下地狱 你要跟他下地狱吗 一定不要的啊 所以你怎么能够说 因为大家就在做 来拿这个来敷衍我呢 你应该要面对的是 为什么你的福分不够 而不是因为福分不够 就跑去做一些不应该做的罪业 如此一来 又偷又忘语又淫乱 五戒哦 杀不杀 倒淫忘走 五戒你就犯了三个了 而且你每天都在犯 你也会偷公司的资源 来帮助你的这个副业 请问 怎么会发达呢 因此 今天讲这些给大家听呢 就是希望哦 你们在做决定的时候 要问你自己 你是更加接近观世音菩萨的心 还是你远离他呢 真佛法中法这本书 因为我们皈依 密教来讲了 我们皈依了之后要选本尊 很多人自然都会选观世音菩萨 为他的本尊 因为大家都很喜欢 观世音菩萨的大慈大悲 那有这本书的观众 你要去读 我说过了 你要去了解 观世音菩萨本身的宏愿是什么 你要怎么去修才能够观世音菩萨走在一起 时时刻刻他都在你的后面 如果你的淫乱很多 哇 你没有办法控制你自己啊 我说了很多遍 这三本 借淫书 我差点讲这三本淫书 阿弥陀佛 我根本上是甚至联身活佛的 当下的清凉心 这个有英文版 Living this moment in purity 还有当下的明灯 以及那老爹的心事 这三本借淫书呢 你要去读 如果你读了之后 你觉得还是很难 我教你一个方法 打开来哦 打开来后面那一部分呢 就是师尊给予 你有这方面的淫乱 因为淫乱也有很多种不同的乱 所以如果你是这方面的淫乱呢 你就特别用嘴巴读出来 我告诉你一个秘密要不要 要不要 我自己告诉你好了 我自己要说的 就是如果你口才很差 常常说话不好听 导致你得罪公司里面的人 又或者你发现到你很难做销售 跑业务的 常常说话好像没有办法惹人相信你呢 这个就是因为犯淫所带来的一个业障 师尊在这些书里面 借淫书里面都有提到 如何去修补 除了不要再去继续淫乱以外 我自己能够修出这一副口才 我不觉得我的口才很好 但是我的口才有比以前好很多 所以如果你也有这方面的问题的话 我教你一个方法去修炼你的口才 有很长的一段时间 我其实有录那个有声书 就是师尊的有声书 放在真佛播页上那边的网站 如果你每天晚上 无论你是什么书也好 不一定要这本书 那如果你有师尊的书的时候 你每天晚上读一个故事 不只是用眼睛读 我说的是用嘴巴朗诵出来 我告诉你 我发现到 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小发现 哇 销口业 好快好快哦 真的 我读师尊的有声书 可能有大概一年到两三年之间吧 因为整个不只是读 整个有声书都是我帮忙制作的 然后我就发现到 诶 噼里啪啦 噼里啪啦 我的口才变得顺很多以外 我这里的智慧 仿佛也好像开窍了很多 所以你看我早期说的影片 就是这些录制的影片 跟我现在直播 这个是骗不了大家的 因为直播这种东西 你有就是有 实力这种东西 有就是有 没有就是没有 观众一目了然的那一种 我告诉你 这个是其中一个方法 如果您的孩子 也有口才 这方面的问题 你也能够这样子的去训练他 给他每天读一页 如果可以的话 就一整个故事这样读 那你问我说 师父 我中文不行哦 如果我读师尊的英文书也行吗 也行 你知道为什么你读出来能够消口业吗 因为您所读的 您所说出来的呢 是正法 是能够帮助解除众生苦恶 救苦救难的种种法门 所以你读出来的时候 自然就会有那个功德力 你甚至能够读了自己 录在手机里面 自己听 自己听 你就会发现到 你第一次录 然后可能你录了一个月啊 或什么之后 你发现到 第一次录 跟可能一个月后你录 你会听到 你的声音的变化 不是越变越差哦 是真的 越变越好听 你的声音也会逐渐变得比较稳 没有那么离开恐怖 新经讲的 离开恐怖 无 无有恐怖 因为你的心安了 你问我为什么佛法很好 我告诉你 因为佛法能够安你的心 他能够治愈你 一切一切 所想不通的烦恼 他都能够治愈你 那时候 我那阵子不是一直在 说那一本 送你花一朵吗 如果大家修禅定 不懂要怎么修禅定 怎么能够入到深深的定 不懂要怎么排除 哇 很多杂的念头啊 不知道要怎么办啊 送你花一朵 这本书呢 用很简单的文字 简单但是 却非常的有寓意哦 不是简单而肤浅 是有深度的一种简单 但是你读的时候呢 你也能够读得明白 当然啦 你越修念越久呢 你能够读懂的那个层次 会越来越深 送你花一朵这本呢 也特别适合想要修禅定的观众们 如果这些东西 你都能够照着做的话 其实你不是等到你满了院之后 才去观音庙那边打谢 你每天都在以你的身 口和意 打谢 那么大慈大悲 观世音菩萨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是李季千 我祝大家日吉祥 夜吉祥 一日六时 很吉祥 晚安 晚安 因为平时都是做晚间的直播 再见 祝大家观音蛋愉快